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it.灰熊与森林郎的系列赛第三场,两队,都可以出本书了。灰熊是我如何挑战自己的软肋,森林郎,是乐辉霍26分,领先的各种姿势,10495,总比分2比1,灰熊和森林郎,都是泪流满面,前者是喜极而泣,后者是垂头丧气,喜剧与悲剧,在这一场同时上演。求你很过瘾的一场球,森林郎粉丝除外。 戏灭赛前两场,两队教练,就已经将斗智斗勇,争到互相拿捏的级别。 第一场,分析教练,让森林郎,成为准备更好的那支球队,唐斯和艾德华兹,轮流军训亚当斯,直接打中了灰熊的阵容短板,亚当斯能虎框,能抢篮板,但脚步移动慢,无论直接对位唐斯,还是错位,防艾德华兹,都被教育,森林郎,攻陷孟菲斯。 第二场,轮到詹金斯教练,拿出更好的比赛方案,在亚当斯开场迅速两贩后,詹金斯果断换人,放弃受发中锋,将内线轮换调整为克拉克,蒂尔曼,与安德森,提升防守机动性,和进攻空间感,森林郎,未能给出应对,灰熊扳回一局。 长到戏用亚当斯阵容的填头后,灰熊在第三场开战,就摆无亚当斯的首发配置,内线先发二人组,是安德森,与小贾伦·杰克逊,延续第二战的用兵思路,这是詹金斯,对于第三场的预判。詹金斯的这个预判,分歧,预判到了,森林郎,撩到灰熊。